Zunay Bakab 补选 代表国盟上阵洛胜选 阿比丁表示将延续为民请命精神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lbin 今天是父亲节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那今天伊斯兰党国盟那边 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 这个候选人叫阿比丁 今年56岁 是一名物流主管 与此同时他还有另外两个身份 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 第一 就是他是槟城高渊国席的 伊斯兰党区部副主席 第二 他是这一个前任 Zunay Bakab 州议员洛胜比里的特别助理 换言之 他是陪着上一任州议员 一起打江山 一起服务选民的 因此他深受当地选民的认识 这个是根据伊斯兰党的说辞 那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双方候选人 公正党跟伊斯兰党的数值 首先两个候选人都是土生土长的 Zunay Bakab人 所以这个点打消了 基本上是不用看候选人的出生地 两个都不是天兵 两个都是当地人 OK 与此同时 双方的这个年龄 公正党那边60岁 伊斯兰党这边56岁 年龄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可以算是老人政治了 如果你要硬硬讲的话 所以这个也不会是本场补选的 这一个焦点可以抵消掉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 虽然公正党那边有博士加阿宾成员的光环 但是伊斯兰党派出的这个候选人 物流主管也没有很差嘛 对不对 他并不像我们认知当中的伊斯兰党 会派一个宗教师出来打 OK 那虽然公正党那边有博士光环 但是光环就仅仅是光环 能不能够变成选票 这个是个未知数 所以关键点到最后 也不是候选人的数值问题了 那就如冲哥所言 这一场补选到最后 还是要回归基本盘的比较 在我开始讲 这一场补选的这个自胜点 它的formular 要用怎样的方程式来赢呢 我要先解答一个误取 很多人其实认为这一场补选 关键点还是军警票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误解 或者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是因为我们看了上一场 新骨毛的补选 军警票大量导戈给西蒙 80%的军警票导戈给西蒙 相比起六周周选 只有20%的军警是投给西蒙 所以我们这一次新骨毛可以大胜 所以因此苏埃巴卡如果可以复制 那再好不过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一招 能够赢下这一场补选 这个是大家的如意算盘 可是小弟今天不好意思要泼大家一下冷水 军警票绝对不是这一场补选的关键 因为苏埃巴卡的军警只有57张票 而新骨毛有800张 所以你了解了过后就这个军警 其实对苏埃巴卡这一场补选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当然我们不否认 从军警的票项 我们可以再一次去验证 到底军警的投票倾向 是不是依然80%支持西蒙 20%支持国蒙 可是他对于这一场补选的自胜的关键点 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 那回归这一场补选的方程式 其实还是要拼基本盘 因为我们这一场补选一开始就输了1500张多数票 因为之前伊斯兰党 他是1500张多数票胜选这一场选举的 那关键点就在于 第一到底这一个马来同胞的投票率 会不会大幅下降 他至少要比华人的投票率低10% 才可以赢 因为这一场补选 这一个选区 马来同胞 他的比例是60% 而华人只有22.5% 印度同胞是17.4% 因此马来人的投票率 如果比华人搞 甚至是打平都好了 就在现有的整个选民的这一个投票倾向 30%左右的人投给西蒙国阵 70%投给国盟 那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你的投票率还是差不多的 那基本上是完蛋了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马来人的投票倾向 能不能够从30%左右增加到35% 上一场六周周选 这个选区我算了一下 公正党的马来票大概在32%左右 所以距离35% 还有大概3%的距离 我觉得是能够有机会拉回来的 因为安华给公务员掌心了 而且这一个巫统 如果能够去拉回一些原本投给巫统 但是后来在周选的时候 投给伊斯兰党的那个人 这些人没有那么支持伊斯兰党 他可能只是那个时间点很讨厌巫统 所以把票投给了伊斯兰党 现在已经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 会不会有所转变 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事情 第三个支撑点 其实就是华人对于西盟的支持度 能不能够维持在至少80% 如果华人的投票率不高 但是支持西盟的人跌破80%以下 那这场补选 苏奈巴卡也是包输的 所以这三个点讲清楚了 过后往下我们要看的东西 其实就是双方能不能够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而安华政府现在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他们砍了柴油金贴过后 其实引起了不少人的这一个不满 所以你想这一场补选 政府有没有赢的这一个机会 有 我从来没有讲过他们包胜 中哥看了我的标题可能有点误会了 有赢的机会 但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三个关键点 是缺一不可的 少了其中一个 基本上这一场补选 还是伊斯兰党会赢回去的 那最后最后 这一场独选 会不会有很多人不出来投票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看的 马来人那边要看 华人这边也要看 印度人的这个投票率 我们都要看 因为他会是决定未来趋势的一个参考点 我希望呢 这个华人的投票率不要太低 马来人的投票率 不要太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赢下这一场补选 所以如果你是苏安巴卡的选民 那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呼吁 你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出来投票 因为对面是伊斯兰党 而伊斯兰党 如果进一步让他扩张的话 对于马来西亚的所有非穆斯林而言 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